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利未记第四章 这一章的经文比较长,总共有35节 那个焦点是放在第四种的献祭 也就是赎罪祭 赎罪祭有些学者认为说 也应该或者也可以同时把它称为洁净祭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谈的赎罪不一定是跟道德有关系的 它可能是我们在随后的利未记的经文也会看到 有一些利益上面的捷径 比如一个女人生产过后 或者女人有月经 或者男人有身体的一些分泌物 梦仪等等 那么这些也就变成不捷径 或者碰到尸体等等 那就不捷径 而且是需要来献赎罪祭的 但是这一类型 其实并不是跟道德有关系的 赎罪祭的范围就很广 它除了犯罪 当然犯罪一定是跟道德有关系 但它同时也跟崇拜礼仪有关系 因此这一个的赎罪祭 也可以被称为捷径祭 那捷径什么呢 除了捷径那一个在礼仪上面得到捷径 那也是捷径圣所的意思 因为那一个的祭坛 或者是那个会幕 那个圣所 因着人的不捷径 我再说 那不是道德 不是卫生的问题 而是礼仪方面的 因着人的不捷径 那个圣所也不捷径 因此透过赎罪祭 我们看到这些赎罪祭当中 有流血 然后把血弹在这个的会幕的那个曼子啊 等等那个祭坛的角啊 那这些都是一些捷径的过程 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去理解 赎罪祭 它是一个很广的范围 除了道德 我们今天认为的罪 那也有底仪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退一步来看 那到底罪是什么呢 今天当我们一想到罪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就是行为 罪行 行出来的 大罪杀人啊 这个的抢劫啊 小罪可能说谎啊 可能没有帮助人啊 这个叫罪恶 但是在圣经当中 其实罪这个字 它最根本的那一个的意涵呢 就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又或者是指一个人射箭 射不中那一个的中心点 当然中心就是上帝了 上帝的标准 上帝的心意 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就不单单是 我们今天理解这种罪呢 那肯定是罪咯 也包括礼仪方面 上帝吩咐的 上帝吩咐的在祂的权柄 主权里面吩咐 祂要求我们的是顺服 而不是去辩论上帝的吩咐合理不合理 上帝的吩咐 我们没有遵照 没有按着去洗 那就是罪恶 那就是达不到那个的标准 那个就是跟上帝的心意相违背 书罪记 是当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与上帝的心意相违背过后 怎么样透过一个的礼仪 让人能够回到这种和好的关系当中 因此如果我们看第四章这里 我们会很容易看到一些的字眼的表达 比如说 他是无意当中犯罪的 比如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若有人无意中犯罪 所以这里的无意中犯罪 可能并不是说他明明是 这一个他不知道 受谎是错的 不是 他大概就是指他很初心 他忽略了一些的礼仪 记得吗 他在我们一开始看的 比如说他家里面有人安息 过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 家里面有人去世了 接触了尸体了 但是他却初心大意 不把他当成一回事 就到会幕 就到圣所去敬拜 参与礼拜 从道德上他是没有错的 但是从礼仪上 他是不洁净的 他就干犯了 他就无意中犯罪 无意中就远离了上帝的心意 那这个叫无意 所以他说一想起的时候 当你知道过后 明白过后 或者并别人指出来过后 就要献上赎罪记 洁净自己的生命 洁净自己的行为 补俗也洁净这一个的关系 所以无意中 或者是初心 初心出之大业 就忘记忽略了上帝的律法 忽略了上帝所定下的一些的礼仪 另外一种 就是他不知道那是个罪 或者没有被教导 或者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说了一些的话 他会伤害了人 他不知道当他做了某一件事情 他其实破坏了一些人的关系 或者破坏了一些的规矩 或者破坏了一些的情况 导致人亏损 那知道过后 他就要来赎罪 因此我们看到赎罪记 基本上是涵盖 类似这样子的范围 那他好像并不是在说 知道又故意犯罪的情况 那这种的情况 可能就要等到后面 我们会看到 有这一个的赎罪人 那就是所有的百姓 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祭司为他们赎罪 这个我们跟我再看 那这里指的赎罪记 就很可能是指向 这一类型的 无意的 或者米遗上面的不洁净的 那么要修补过来 要纠正过来 要让人能够再次的 走回在神所指引的正路上面 如果我们继续看第四章 我们看到谁要 线上赎罪记 这个问题 应该是一目了然 非常明显 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都可能是无意的 我们都可能是软弱的 但是那个的节奏 就很有意思了 经文说先提到谁 第一个段落先提到祭司 祭司犯罪 他要先做这个的 他就要做捷径 他就要做悔改 像今天传道人 莫泽 我们犯罪 我们得罪神 我们没有在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做好 要反省 检讨 然后要悔改 要回头 要把东西给做得好 所以这是一个的情况 我们要把事情给办好 在上帝的面前赎罪的概念 所以祭司 先谈祭司 然后就提到全体的 以色列会众 从祭司代表会众 然后再提到所有的会众 也要如此行 再来 就那个焦点再次转向领袖 转向官长 在第三个段落 也就是第二十二节 官长如果犯罪 他们也要来到上帝面前 因此领袖 不管是宗教的 是其他的 我们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最后一个段落 第二十七节是 这地的百姓 也就是可能是寄居的 可能是那一些奴隶等等 公仆人寄居者 他们也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跟点赞 换句话讲说 谁要遵守呢 所有的人 从祭司 众百姓 官长 到寄居者 都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 弟兄姐妹 赎罪祭 如果我们读到信约 我们看到 这一个的西伯来书 谈到其实主耶稣 他就是把自己献上 当作赎罪祭 当作晚回祭 对吗 让我们跟神 重新的和好 注意得着赦免 然后上帝的怒气被挽回 人跟神的关系 再次的修补 我们向神信上感谢 我们太软弱了 我们常常都有可能 骗你上帝的道路 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一次的完成了这个的献祭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救恩 与神和好呢 愿上帝帮助你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陪你 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与百上 我们可以与你和好 关系修复 我们为着这一切 献上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